1月22号一个园区叫做 金国七海文化园区 蒋金国生前 他的官邸叫做七海官邸 现在把它整修了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参观 新闻是这样做 蓝绿白巨头罕见同台 柯文哲朱立伦 马英九蔡英文都陆续到达现场 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这蛮好笑的是蒋万安 我特别特别瞧不起蒋万安这个人 不敢为蒋在台湾的工作讲话 贴着民进党走 民进党在吹捧蒋金国 蒋万安又赶快出来 民进党要对中正经纪堂下手的时候 蒋万安咧 二二八咧 说白了那就是只是想当官吗 蔡英文在开幕致指的时候 他特别讲啊 说蒋金国反共保台 是当前台湾人民最大的共识 我呸 参文你知不知道蒋金国他自己就是共产党 你不知道蒋金国当年刘二 他就是共产党 他后来在台湾的一系列的台湾政绩的作为 跟他身为共产党有很大的关系 他一生简朴 走入民间 重视底层老百姓 也跟他是共产党 有很深的关系 蒋金国反共 是为了要统一 蒋中正当年是要反攻大陆去 国共内战的本质 是为了争中国的主导权 不是为了要搞太多 蒋金国的时候他知道 在军事在武力上面 已经完全打不回去 但他还是要统一 所以他提出来的口号叫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的反共是他的手段 不是他的目的 他的保台是统一的手段 所以蔡英文不要直入为马 民进党长期以来是把白色恐怖 把威权体制当做他选举的筹码 你还搞了一个促转条例出来 你还说蒋中正是杀人魔王 你今天为了搞台独 又把蒋金国拖出来 这是笑死人啊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没有一件事情是蒋金国乐意做愿意做 两蒋跟国民党在历史上的功果 这个是个非常大的题目 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到后来民国时期军阀割据 到抗战到国共内战 每一段每一段有不同的批价 不同的功夫 那切割为1949年 1949年之前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那也是有功有功 但是他把故宫把黄金带到台湾来 他把大量的精英带到台湾去建设了 那对于台湾来讲 两蒋的工作也可以好好谈 那民党要谈吗 台湾今天口口声声 所拿出来讲的引以自豪的 台湾会讲国语 台湾国语人人会讲 这不两蒋的功劳吗 台湾的市自率是98.89% 这不是两蒋的功劳吗 台湾在日据时代 市自率只有不到5% 台湾的农业 台湾的轻工业 引以为豪的台积电 那不是两蒋的功劳吗 民党就讲 长期要选举的时候 就说老蒋小蒋是魔王 现在觉得 我要把蒋经国这个牌也要拿来 我要通吃了 我民党要一统天下了 我要永久执政了 蒋经国又变好人了 民党有脸了 台湾会有今天吗 国民党跟在民党后面讲 保护台湾 保卫台湾 国民党有功劳啊 请问一下国民党 你不要大陆了吗 你讲老蒋 讲小蒋 讲中正 讲蒋经国 你可以不谈大陆吗 你可以不谈统一吗 但是我也要必须要讲 蒋经国留下来的最大的遗憾 影响他在历史上的评价 最大的两件事 他没有在他生命终结之前 把国家平一这件事情办好 第二点是他在生前推动了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报禁 台湾老兵返乡探亲 但是他又把接班人又给了李登辉 再加上有宋楚瑜跟赵少康 推动让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党主席 即使是宋美龄反对都无效 结果最后李登辉凭借了这两个位置 搞垮国民党 搞垮台湾 而今天两岸的问题 蒋经国不能不说要负责任 什么是大节 什么是小节 什么是国家最重要的重中之重 主权领土 蒋经国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没有办法 留下了很多很多的烂摊子